大家好 我是爱迪萨那今天暴雪呢发布了一篇博文是关于暗黑二重制版的阿法测试经验谈 这什么意思呢就说经过4月份的游戏测试之后 这个游戏团队呢又有一些重大进展与突破 就说玩家有些反馈意见他们应该做出一些更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更新了哪些 他们说他们更新了改良了这个视觉效果游戏体验跟应用性功能等内容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部分是美术设计与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更新闪电 让这个法师的这个闪电技能呢更白亮更饱满 好吧那这个一说闪电更白亮更饱满 我就想到暗黑三里面圣教军的天拳跑马 那简直就是亮瞎眼还要戴着墨镜丸 不然会清光眼 那到时我们进去游戏里面看一下看到底改的怎么样 然后呢就是暴风雪 这是旧版的 然后呢这是第一版测试 然后呢这是第二版测试果然是比较大颗哈你们看 这是原版嘛 然后第一版测试里面这个暴风雪是比较小颗一点的 现在呢变成了更大颗然后速度也更快 啊看来有十足的破坏力看起来 他说有十足破坏力就有十足破坏力吧 然后神圣冰冻 改良了这个圣教军的冰冻光环 我们看一下 嗯 我在测试里面没有玩圣教军点 所以我不太知道原版的这个冰环是怎么样 不过看上去这个冰环是蛮夸张的哈 又大又白 更白亮更饱满 比较有那种幽敏感和色调 独有的幽敏感和色调 大觉有幽敏感吗 什么是幽敏感 不过看起来是蛮蛮不错的 然后怪物目标里面呢 他也说重新设计了怪物相关的视觉效果颜色 比如说他受到伤害的时候的颜色 那应该就是说他被冰冻的时候会有蓝色 中毒的时候呢会有绿色之类的吧 可能是把这颜色做得更加好一些 目前是看不太出来 动画更新 法力与生命 现在游戏角色恢复法力和生命时动画播放速度 变得跟使用者界面中的法力值和生命值补充的速度为一致 这个很细节哈 我当时玩的时候是没有怎么太注意 在下面就是图 图示更新 物品颜色强化卷轴宝石药水的颜色 使鲜明的色调变得更加显眼 看见这个药水瓶子这是原版的 然后这是第一版测试 就第二版测试 那第一版测试明显这个药水瓶子是比较好像有磨砂玻璃 有种雾化的感觉 现在呢就变成了很透明的玻璃 更加的鲜亮点 然后宝石 旧版的宝石 现在是第一版的宝第二版的宝石 我觉得好像改动也不大嘛 稍微是改了一下 但是呢你说这个比这个更好吗 我也不太觉得 他说好像是清晰了一点啊 好像是更加的就是更加锐化一点吧 你再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 骷髅 这骷髅也是啊 我甚至觉得这一版的话会更好一些吗 你看这个花纹是不是 更像茶叶淡一点 这边呢就比较 不知道怎么说啊 还有什么这个 物品啊 这把工好像大了一点 然后这盾的颜色也变了一点 这个没怎么变吗 护身符好像没怎么变 以前我就觉得暴雪的美术部门这个同事啊是不是有一点点在上班摸鱼 那看来这些图呢这些这几张图呢就坐实了这一点啊 坐实了他们上班有点摸鱼 游戏体验 应用性从自动拾取金币功能和大型自体模式 哎呦这个非常好耶 自动拾取金币功能就是本次暗黑二重制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啊 就说之前暗黑二旧版的话呢 他金币掉地上的你不用鼠标去点是减不起来的 你必须用鼠标去点它 那现在呢他就更改为就说你只要踩到金币上面就可以自动拾取了 不过这个持取范围呢我觉得他就太小了 有点烦 你在暗黑三里面用惯了这个大范围的拾取金币功能 如果你想回到之前暗黑二那种要踩到金币上面才能捡起来的话还是有点烦了 然后大型自体模式改善易读性和亮度对比度的设定 那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设计师应该考虑到了暗黑二的玩家呢 大部分到现在已经可能需要要带老花镜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这个自体啊变大一些啊 亮度啊 对比度啊 这些有助于我们这群中老年人 ok 物品的开关更新玩家的心上我们听见了 只要按下按钮即可开启或关闭物品名称的显示 哦这个太棒了 之前是掉落的时候呢 你不按键盘呢 你是看不到他掉什么东西的 他是不会显示那个物品名称的 那现在呢 你只要在这边设置的时候打开 他能一直显示就不需要再用那个 不用按注意显示了 以前按注意显示很烦的哈 就是你一定要不停的按按按按 然后 就是很不人性化吧 现在呢就是 可以直接的更直接的显示 这个我要给他鼓掌啊 这个改的不错 在下面 分叶储存箱有更新 哎 更牛逼了 决定让储物箱拥有三个分叶而非原本的一个分叶 哇 这牛逼了 看一下 现在有三个 共享储物储物箱了 之前只有一个的 那箱子就更大了 史诗级的突破啊 这史诗级的突破啊 这个太棒了哈 比较 开关更新 物品的比较提示 哦 就是说你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个仓库上的装备 然后就可以比较 跟你现在的装备进行比较嘛 现在也可以设定了 跟这个物品的这个开关显示是一样的 自动地图改善 只要点击tap键 就可以自 透过自动大地图大概得知自己的位置 那现在呢 就是说调整了淡化图层 就说让这地图可能看的更清楚一点 或什么之类的吧 我看很多暗黑2的老玩家 他们习惯让整个地图啊 就覆盖整个屏幕放在正中间吧 那我可能就是不是太习惯 我觉得它挡住我啊 我我比较喜欢放在左上角或者右上角 那三种设定分别是左侧 右侧跟中间全萤幕啊 我一般都选择右侧小地图 其他更新 新增了时钟 看准良辰及时下地狱 这个翻译我给满分啊 这个翻译我给满分 对下地狱 你要算一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要算下八字 载入画面 游戏角色免伤时间 就是说你刚载入的时候 游戏角色不会出现在有敌人的地方 OK 这个make sense 音效变更 移除了原本所新增的 咕噜声跟吼叫声 这个我没注意啊 不知道哪个玩家那么牛逼提出来这么细节的东西啊 更多内容 上方所列的内容仅仅是其中几个范例 在这个阿法测试结束之后 我们根据玩家的意见回馈呢 做出了许多改良 好吧 那看来这些呢 只是冰山一角 难道我们点进去游戏的时候 会更多的惊喜 希望吧 未来展望 就是给你花个饼了 八月份可以亲自体验到最新改动内容 然后呢 所有玩家包括pc版跟游戏主机的玩家 这个不错哈 我还要在想我要不要买个switch版本的暗黑二位 因为我已经预购了pc版嘛 我还在想要不要预购switch的 算了吧 等就是正式出了之后 我有需要带在外面玩的话 才去买switch吧 预购测试的话就不需要了 好吧 那今天呢 就是这个关于暗黑二之后要 测试的一个版本更新的一些内容 那感谢暴雪的设计师呢 又让我水了一起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